這連續三場比賽 都有安打的演出 說著說著 連續四場比賽敲出安打 而且這一球 陳秉潔處理得要快 往二壘來送 哇 沒有浪費任何的時間 但是曾經還是靠著自己的腳程 來到了得點圈 應該一打出去 這個球有點在中 右之間 他應該就有想法 想要上二壘 所以在繞壘的過程當中 應該是幾乎完全沒有減速 單子需求比較高 打得很平 那落點的位置 對兩位 外野手來處理上是比較尷尬 因為他一打出去 在繞壘的過程來講 就是有點想要上二壘 走在了外側 連續四顆壞球 保送了第三棒的楊敬豪 要面對到的是 朱育賢 發了全壘打 第一球的出棒 送到了周海深處 要看阮成寧向後退 再向後退 有機會嗎 沒有機會了 三分球 朱育賢敲出了本季個人第五發的全壘打 帶回了19 20 21分打點 一棒炸裂反轉戰局 兩邊都有全壘打 但是帶回來的分數不一樣 所以有時候過往的對戰數據 真的不是唬人 這個先前對戰打擊率是破五成 那真的有參考價值 一棒就 比賽就不見 但應該說在這一局 撕頭的機率真的高了 從剛剛陳成威的飛球出局 一直到朱育賢的三分全壘打 位置幾乎差不多幾乎都在五號位了 這顆球是挑戰了中外也最遠的位置 打擊率是破五成 是有在任何人的參與 我們一切都可以 逆風格 這個球員 是今人的 有在任何人的 我們現在是來 是有的 有的